這個週末的事情還是很多 不管是003航母這些都會引起 它是一個深遠的課題 那今天的待會的正經龍龍鳳沛 這個我們大概會談到 好的歐洲的戰場上面 因為現在今天已經六月二十六月二十月底除了有環太平洋軍演 環太平洋軍演之後就是北約的峰會 那九百一等了就要去歐洲 那這次是在西班牙在西班牙的要舉行峰會好的北約要舉行峰會 大家動作都很多你會越來越感覺到了歐洲北約不只是歐盟跟北約之間的矛盾 那包括北約的北約的都可能會開始分裂在歐約跟美約在內部啦 雖然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顧名思義呢他要他要共同的共同的確保的整個的北大西洋兩岸的這些的國家 歐洲跟美國的安全集體安全制度的北約第五條的這個就說的集體安全體系 那可是 實際上面當今天大西洋的兩岸開始開始出現了這種的對許多議題以及總體發展的這個方向上面的厲害 那自己打自己美國在在在極力的打壓的歐盟的歐盟的統合跟崛起 老實講對美國來講歐盟的統合是他是他的國家國力跟影響力最大的威脅 還拍不見的是俄羅斯還不見中國中國跟俄羅斯對美國來講只是想顯而易見的這種假想的最難處理的是 是是是比自己更更強大的朋友就跟同班同學一樣那同班同學成績比你好的時候成績快超過你的時候那個呢對學霸來講那個壓力特特大 好那 呃因此北約呢也也開始慢慢的在他的許多的議題上面我認為越來越明顯的分裂成美約跟歐歐約 歐約跟美約呢對於像烏克蘭戰爭的看法跟處理的模式那就不太一樣 不過呢北約呢畢竟的軍事掛帥啊美國出的出出的錢多美國的分子錢多所以 呃美國的講話的聲音大好所以呢你你聽到北約的時候呢基本上美國說說了算美國如果沒有說話的時候那你要聽誰說的聽博士 江森說 那博士江森的基本上面他的講話呢大概就是代表美國的發言 那這呃也因為有博士江森的你更能夠看得出來就說歐陸主義呢跟大西洋主義之間的矛盾呢 越來越越深化了 這也是國際政治的一個長遠的課題這是過去幾十年裡面的其實呢不太清楚的脈絡 不過呢在 最近這幾年尤其呢一場的烏克蘭戰爭啊把大家呢都 都打回原形啊都打出了自己的本本性啊 那都以真面目是人之後呢大家那就不裝了好了本來的就不是同一掛的 好那現在三千多位的觀眾在我們線上來去繼續呢把財經數字提供給大家這是這段時間以來的你需要特別關注的 因為他不會 只是 只是了2022年的開春現在是上半年快過完了還10天嘛他不是只是2022年上半年的事 那今年呢 過完年之後呢整個的整個全球的資本市場的開始 開始出現了非常早就預期到的非常強烈的負面訊號 那這些的負面負面訊號的導致的資本市場當中的股市會是債市啊 都是都是呢不斷的不就是不斷的受到衝擊 那這種三三四其殺的情況 是 呃最近這兩三個月 在在國際的資本市場當中來講如果你全身而退而且呢手不見了就說全身而退之後呢沒有呢 當然有有有些很厲害的高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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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沒有辦法評斷好那個人家是先啦那個我沒辦法 我只說一般一般而言一般而言 那股會在呢三世其殺讓你的幾乎逃無可逃 尤其在這段期間以來不只是三世其殺 那你有一些有一些覺得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躲到一些新的投資商商品 我可以呢我可以除了黃金以外真正的黃金 數位黃金殺的更慘 那真真正的真正的黃金了其實還好就是幾乎不太不太動 還稍微呢小小漲一點點 好那呃我們看的台股台股呢跌了百分之一點二五跌一百九十七點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一點收盤 那成交量呢你看起來是放大到三千一百五十三億但那個是呢因為最後一盤的時候 最後一盤的時候呢因為一些國際投資機構的權重的調整 好那換股操作 所以呢對後最後一盤的時候呢蹦出了大概呢五百億左右的量吧大概有五百億 那所以呢實際上的量能大概兩兩千五百億左右 好大概還還是在一個常代量 那下跌的但是呢量有稍微放大一點點但沒有放大很多 好那台台股呢 上一週最大的特性啊配合的這個就除全席的季節 那台股呢跌破一千一萬六千點 要那你說那那那什麼時候再站回去那不知道了 希望了希望希望可以可以站回去就像 上上禮拜年就講說一萬七一萬七 好那那上個禮拜呢不要說一萬七一萬一萬六都已經破了 好再看呢陸港股的部分呢 呃港股的上個星期五的漲了百分之一點一漲了兩百二十九點兩萬一千零七十五點收盤 那上陣指數跟深陣指數呢也都是收紅的上陣指數漲了百分之零點九六漲三十一點 三千三百一十六點深陣指數漲了百分之一點四八漲一百八十點一萬兩千三百三十一點好所以陸港股呢全數收紅 呃那我就不再提了我已經我已經跟你講過了我我我我說這個這已經是 幾個幾個月月前可能有三三四個月了吧 一直在提醒你就是說全球股市如果你真的首養 那比較有可能會偏多的是在是在陸港股的部分特別是陸股的部分我說陸股呢在在十年線以下那個十年難得一見喔 那在十年線以下再跌都有都有限也就是如果你那個時候呢是在是在是在你哪怕你說三你唐强龍三三千點再講那他還跌跌破兩兩千九那一百點怎麼樣現在上來已經三三千三了漲一成多了 好那呃當我我我說了我不是行行家喔我我只是長時間看了會有些呢自己的想法 好那再看呢 呃 雅股雅股在上個星期五的時候的日經指數呢跌了468點點1點1點77那韓股呢跌10點好了跌0.43%所以上個星期五的日韓股市呢收盤的時候呢也都是收 收收黑的好不過今天開盤了之後呢日韓日韓股市呢今天是開紅盤了日經指數 現在上漲一百七十四點漲白的零點六七兩萬六千一百三十七點收盤 南康中主指數呢開在 開開低盤之後呢又又撒低啊撒低現在下跌十九點點反正零點七九 兩千四百二十一點 所以呢韓股呢是現在是跌的但是日股呢是漲的不過呢日的日股呢最近要留意一下因為日本的 日本的日本的通通膨呢 第一季的通膨呢大概還還是富的不過他第二季呢很明顯的上來現在大概超過2% 那因為呃日本的日本的日本的國民儲蓄的情況不理想啊所以 所以現在上來的時候呢對於日本的社會壓力呢其實也蠻大的尤其是日幣的扁破一張五之後 現在普遍的認為的日幣呢有可能像一五零去靠攏 那 嗯 上個星期二的時候呢我我們呃在陳空津和我在星期二的東南西本龍鳳沛裡面的我們談一段的談一段的日 日本的的問題啊 那 嗯 日本日本日本現在現在是 嗯 開開始有醞釀那個完美風暴的味道 就是 安倍的三三支劍呢射了之後呢 嗯 沒有中中把星 相相反的他可能本來是要射 射一個射一個人頭上的瓶蘋果結果射歪了射到頭了 那這個就傷腦筋了哈這個這雖然是呢卡卡中級的笑話哈不過現在家用來形容日本的當下的情況 可能還蠻貼切的 好那再看了歐股的部分歐股的三大指數呢星期五深夜收盤的時候呢漲跌互建英國的跌了百分之零點四一 德國呢漲了百分之零點三六法國呢跌了百分之零點零六 美股美股呢 大概就是今天的日股還能夠收紅的原因 因為道雄指數呢跌了百分之零點一三好跌三十八點盤中呢 去開盤了之後呢開紅盤的震盪了就是 星期六的星期五的美股的是是震盪盤 那上下這震盪了大概大概都有一百多點的空間好但收盤的時候呢小跌三十八點 但是S&P500呢漲了百分之零點二那漲八點 科技類股的NASDAQ呢漲比較多漲了百分之一點四三漲一百五十二點一萬零七百九十八點的位置 那費者半導體呢漲了百分之零點四六漲十一點兩千五百七十八點收盤 好那這個是歐美歐美股市啊 那 呃台子旗的夜盤呢是跌二十三點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九點好那九萬 九萬零七百七十四口的成交量 呃 我看一下 嗯 看一下這個呃 呃 台台 台積電啊 台積電的 A2 那因為美股呢美美股在在星期六的時候呢科技類股市漲的最蘋果啦微軟啦Google啊在亞馬遜啦Tesla的都收紅的 那台積電的台積電的也也小漲了百分之零點五七號那台積電的A2的剛好收在八十五塊美元 所以小紅啦但是沒有太紅好那台積電的上個星期五在台股市場當中 是去面對的就是 嗯 這個五百元保衛戰 之前可能你會覺得台台積電要上七百沒有沒沒上去到六百八十幾的時候很多人的勇於勇於勇於分 分進 下來到六百的時候市場上面會衝刺的那種六百以下閉著眼睛買 來 我也我我我沒有要去嘲弄任何我我只說這個在市場的當中來講你不能夠聽喊盤那就是 呃很多時候還還是要這自己做的工作點功課 當理財的要趁早要趁非常早這點的是我特別特別強調的 我們的我們的聽眾朋友們觀眾朋友們 你尤其要幫你的孩子想他們必須呢 如果他們能夠能夠的服從巴菲特講的就是 決定你一生理財成敗最關鍵的時間的不是你的眼光 你的你的眼光的是永遠沒有辦法的很清楚告訴你說台積電六百塊以下閉著眼睛買現在都已經快了快到五百塊以下 台的台積電破五百是一定會看到的 你現在的國際盤的走勢是一定的 那那接下去是不是含著五百塊以下閉著眼眼睛買我也不會跟你家講但是如果你有一個 一個比較比較長線的耐心跟眼光就巴菲特告訴你說只要你 你一下就我們不要講多你二十歲的你你開始做做投資你可以不太在乎你的眼光只要不要去選選到那種的爛股票 挑挑挑指數啦挑挑這種重量級的股票 像是道琼的三十隻的成分股他會變成垃圾股的機會 微乎其微那你你你如果你你如果如果挑挑的是這種的這種的指數的話三十年的時間到了你真的到退休的時候真的需要用錢的時候他給你的回報的一定是非常充分非常非常驚人的時間時間是最重要的影響投資成敗的因素啊 好那 但是這段期間以來的虛擬貨幣的虛擬貨幣呢在在周末的時候啊 很可怕他他不只跌破跌破就是比特幣不只別跌破200他甚至於的跌到跌到跌到不不不只跌破20000甚至跌到了17000多 好但跌到1萬17000多跌破20000之後呢在 在星期一的時候呢為了安撫你的情緒避免你呢就是Monday Blue Blue Monday 那因此呢他爬回來爬回來呢到現在兩萬現在是兩萬零兩百五十四 那比特幣呢過過去二十小時漲了 百分之六點四四你看哇長這麼多 對他因為他他殺的非常非常深好那你還是要要要留意了因為 因為因為 當權全球當美國美國升旗三馬台灣的也用用比較變相的方式呢 生生生生一馬然後然後呢然後呢生存款整準備率 讓你呢讓你呢比較無痛的情況下面 讓 讓很多的在貨幣面當中讓通膨 其實全全世界都都希望通膨能夠軟著陸軟著陸就想辦法讓通膨安樂死 那能能夠讓通膨安樂死 哪有這麼的簡單 是以現在的國際的政經情勢來講通膨沒有安樂死的可能 那你就是要做 做做非常非常長線的這種的避險的準備 那你說啊上半年已經已經疊疊很多了 下半年我不敢跟你說疊更多了 但是就是告訴你就是 天上掉刀子下來的時候不要不要接啊 不要不要不要什麼都伸手想要想要想要接 那但是你說什麼時候會出現反轉的訊號 我也會我也會以我這種外行人的身份呢會會去幫大家留意一下 那有訊號的時候呢你會你會聽得出來我的講話的 因為有關於這些像財經啊 軍事啊這些方面的問題 你會你會注意到我說話會比較保守一點保守一點就說我絕對不管跟跟你去 跟你去去販賣那種就說全知全能的 我不是好那但是 我我都我比較有有把握的就是有自信的我也會很很清楚的跟你說 好那我們的聽眾不管在哪裡就也在在跟大家的說 我早安那我們的現在的聽眾啊是四千多位的關觀眾的在在我們的線線上了好那 呃我們的觀眾朋友們好有人有人非常肯定唐湘龍的話老 對的 那呃 肖香夜雨覺得唐湘龍呢是是世界級的董王 感謝 都沒有關係啦 啊 呃 但 我我一直覺得我有一個很 自己覺得我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就就是我經得起調侃 嘲弄羞辱 攻擊 呃貶義都都都都都都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做做新聞工作啊 除了 好你看我我我手上這麽這麽多的多東西 我 每每天 我昨天稍微稍微稍微整理了一下說我每天大概要要要看多多少多少的東西 比如臺灣的臺灣的我我當然一定要看 看看中時看聯合 呃自由時報我會我會我看一下但是但看了之後那自由自由時報有有一個有個很 很特別的他看了會上頭 看了看了之後我 我就開開始懷疑人人生你知道嗎我我就開始深刻的懷疑就說 我我說的一切都是錯的我這一生根本就是個錯誤 我蠢 就是 就是 那會會讓我有 有這種看了之後會上頭然後懷疑人人人生然後覺得自己生不如死的 就兩份媒體一個一個一個是自由時報還是大紀元 我我看完的時候我我我承認喔我看完了之後我就覺得我這一生全全全錯我我所有 所有曾經分析的整理的預測的一切全錯 我 就覺得我對不起大家我應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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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了斷 好但是好撇開撇開這些媒體不談那大陸你說像新華新華新華網啦這這這這些是我每天要看的一些重重點的東西呢我一定要看完 然後然後另外的國際媒媒體的部分呢我一定要要社群的比如說得德國之聲法國 然後BBC因為這個這很代表他們關官方的的態度 然後 然後呢美國之音美國之音的我也會會看這這些的代表這西方的官方的這些的媒體啊 他都不會讓我上頭都我我我看所有他們的國際的敘事或者兩岸的報導都不會像自由時報或者大紀元 這麼的讓我上頭懷疑人人都不會要所以我認為那兩份的媒體是有下藥的 好我我我平常的我我每天還要還要看這時候除了除了剛剛這些的西方的西方媒體的關關版的媒體 日本日本日本 呃我會我看一下日經新聞好就是我會收收因為他們有中我我跟因為因為這些都有中文版所以對我來講的 在閱讀起來比較方便我不是跟你講說我我看很多的這些呢這些原文我看法文沒有 喔我我跟說這些的這些媒體有個好處就是他們都有中文版就是針對的華華人 那他們針對全世界的各種主要的語言大概都有他們的版本啦但是因為中文版嘛所以 對我來說就方便 好那除了這些之外呢另外的非非官媒的部分呢每天呢我大概會去涉及一下就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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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的包括 包括包括像是像是華盛頓郵報啦紐約時報啦那紐約紐約時報呢也也也也是有中文版的好除了中文版的呃大部分呢我們需要關心的大概中文版他都會準備但是偶爾會有會有例外的比如說 之前的之前他們對俄烏的俄烏的這個就社論了那個就不在中文版裡面那你就得要自己去特別去去去找來看 像華友啊這種的媒體在過去在過去我們還我還會特別看比如念念書的時代還會特別看一下呢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那這個媒體呢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已經被被被被詬病了那financial times這些呢大概都要看還有還有泰晤時報這些呢是會看的這些呢就是呢純英文的那你可能就要自己的慢慢看挑重點看每天的要要看的東西呢非常非常多但是我我說我說有一些的媒體我認為他的 他的文字跟他的語言當中來講的是有有有某種的有某種的精神藥物的就是我看的時候會上頭 就是只要看個五五分鐘之後我就 然後然後就開始覺得 覺得我我錯了我我是個罪人我怎麼會我講出這麼蠢的話我這一生的所有的判斷都是錯的我幫大家準備的新聞都是騙你們的我跟大家認罪 所以我都會想要想要跪跪下來認罪你知道嗎就就是當這種的感觸是因為因為我昨天的昨天昨天不小心了又又又又看了大概大概十來分鐘的自由時報看完了之後我我再一次的又確定 而 俄羅斯快投降了 烏克蘭 應該應該是已經快打到莫斯科了 那 之前在講說 烏東的戰局非常的不妙那烏克蘭的損失慘重好那50%的中裝備都已經沒有了 那烏東的戰戰士呢是二戰之後呢歐洲呢最最慘的 那估計的每天呢會有呢會有呢大概大概一千名的烏克蘭的軍人死傷 死亡的人數三五百啦連傷的可能的進進千人 那個哲倫斯基是假的 又網路上面本來就有很多假的哲倫斯基啊你都都都不知道很很多說啊那個哲倫斯基他彈得很好啊那歌唱得很好 那個是美美國一個 一個 一個 還 還 我不能說很有名啊 但是 還小有名氣的團體 我說西方的臉 西方人的臉型東方人跟西方人都一樣 你知道在人臉辨識科技裡面啊 他他其實最親屬的就就就是把人臉分成幾種的就說Idea type 你知道嗎換句話說有一些的基本的臉型是在人臉辨識過程當中的那個那個是基本的 基本的就是說呢要先能夠辨識的 那那東方人西方人大概就是那那幾種所以你常看到我誰誰誰跟誰長得很像就怎麼天底下怎麼可能會有這麼像的人有 當然當然有他人會有會長得很像的人 而且像的像像的會讓你懷疑是雙胞胎會懷疑到 懷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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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爸爸媽媽隱瞞了你什麼事情 這種的事情 都不算什麼 好那 來 我準備的東西 亂了亂七八糟的 好那 先先先談一件 還有還有15分鐘先談一件小小事情 我我 這小小事情可以當作是一個趣味了就是 九百等九百等昨天騎單車 摔了 那 他騎單車當然有幾個幾個用意第一個 再告訴你那個那個是一個那是一個競選動作啦 就是 我 你說老師吧 你看我騎騎車的樣子 你看我騎車的樣子是不是 還很俐落呢 騎單車給你看 一身的競裝 你看我身體可以吧 因為那種就是那種 標標準的單車服嗎 我其實看到看到騎單車的因為 因為我住在北北區啊就是週末的時間 好多啊那個有標出到自行車道上面 但是你看到那種的騎單車就是穿單車的素人起勤就覺得那種很專業啊 我我沒有你看我這身材就就不行 我就穿個短 短褲啊 運動鞋啊 踩踩就很開心 好了你看到看到 那周拜登的是全全套的那種的 專業的單車服 也帶著安全帽 騎 那 他他其實騎到那個就是要賭麥的點 就就是要秀的點 他除了秀自己的身體的健康 我沒有問題來我們的選舉活動開始 第二個他在告訴大家什麼就說 可以多騎單車啊 幹嘛要開車呢 每天跟我講說 油價很貴很貴 我知道 那我們騎單車嗎 我們多騎單車節能減碳 同時呢油料可以消耗的 在鼓勵大家的騎單車 那 第三個就是說 當他當他當他騎騎騎的時候呢 那他 他摔了 啊 摔了之後 大家就開始 當然很很很緊張 因為 因為他是 他是停下來之後的 整個人就這樣 咚 就倒的 倒下去 那很可怕 你知道 老人家 這年紀啊 經不起摔 摔了之後呢 可能什麼都本來沒有沒什麼事 一摔的時候什麼事通通有 好所以他摔下去 大家緊緊張了那些的 旁邊其實特勤在他停車的時候已經靠過來 但是慢了一步沒有抓抓住他 咚 就就往往他的右側方倒下去了 整個的身體的右半邊 就整個的摔在地上 那個那個呢 柏柏柏柏路上 他倒不是 呃 你有沒有看到就是說 他的單車呢 單車的踏板 單車的踏板避免你踩滑 所以 呃有一陣子單車踏板的有那種 有那種把你的腳套得很密實的那種叫做狗 狗嘴套吧對不對叫狗嘴套 就是你踩上去了之後呢你的兩隻腳呢是要伸進那個狗嘴套裡面 你在踩的過程當中的時候多一個助力 同時呢不會踩滑掉 那其他的他的左腳已經下來了 他左腳已經落地的本來是平衡的但是他是在要把右腳抽抽出來的時候沒有抽好結果東就下去表示平衡感到還還是比較差一點 好但是 當他跌倒了之後起來好大大會說話那會不會怎麼樣啊不過下一站他就跳跳跳 沒事沒事好那公公洗哈那就說七十 七十八九歲的就是那真的是老老人家哎呀我覺得離我也沒多遠了好那那 別跌倒了之後沒有事那公洗 可是 我認為他這次跌倒 對拜登來講會因禍得福 我說英獲得英獲得福是說 因為我在 在他剛跌倒的時候的那個新聞畫面傳進來之後啊 我就很快的去發了一些的媒體的報導 我發現底下當然就會出現那種就是說 大白柚 美國的這種的大白柚的媒體甚至一些的參議員哇這個興奮啊 趕快趕快的去帶個那條那條那條新聞 然後趕快的轉轉轉傳 然後呢底下呢按喜歡的按like一大一大堆 那 幾乎呢都按like的一大堆拜登摔摔跤了 那反正就就是一直要找拜登出糗的畫面拜登摔跤了 就是所以那按的就一大堆 可是 這些呢拜登摔摔倒了之後的嘲弄的這些的聲音 我在我在注意那個留言板啊就是幾個的 幾幾個的這個就說媒體的留言板 我我後來發現就是說 在在初期的留言那一波的嘲弄過了之後 幾個小小時之後 我也我也不認為那個的是是網軍的操作 但是 我覺得開始出現一些 需要這樣笑他嗎 他騎車不對嗎 他 騎車騎的幾塊塊八十了 他能夠能夠能夠這樣子活動 你到那個年紀你辦得到嗎 類似這樣的聲音 就是開始對這種的 質疑的吐槽的包括一些公眾人物的 那些參眾議員的 那大白柚的參眾議員的聲音 開始呢出現了平衡跟跟壓壓制 覺得 覺得你怎麼可以這樣 這麼沒有人 有必要嗎 政治需要搞到 這樣嗎 這種話在台灣的內部啊 我也我也常常提醒 有必要嗎 這麼的沒有人性嗎 不過 因為因為這種聲音出來了之後啊 你你會感覺到那些的留言裡面 有一種 有一種為拜登呢 抱不平他雖然雖然很多方面表現不好 可是這個你你你不能每件事情都這樣罵 不對吧 好所以那種的聲音如果如果在 那個那個溫度在升溫一點 那 其中的其中選舉的氣氛的那個 那個可操作的那個燃點就到了 還沒有完全到但是我覺得拜登如果有把握這波自己不小心摔跤但人沒人沒事 大家都在笑我 然後可可是 一方面我泰然自自若但是呢開始有一些人覺得那些在笑我的太過分了 那他可以轉他會有些轉變尤其最近因為 因為因為美國的整個的華華府都在處理 2020年1月1月6號的就說國會山莊的暴動 那種的反反川普看不起川川普希望美國能夠過一個川普列 川普列川普後面的家L1S川普列 你看那個巨石強身身上穿的T恤他多壯啊那個那個那個巨石強身身上穿的T恤 川普列 川普列 那現在美國呢 看看起來了這些的白這些的白右 我我覺得也在也在遭遇到了空前的困境 川川普並不是沒有反轉的機會我認為他現在急得要要去處理通膨 就是認為時間上面還可以難度很高不過我認為就是說在這次的 這次摔摔跤 當他不是假假摔了你看那個動作是真的真的摔 那他他真的真摔但對他來講的可能是因禍得福 我們再來看今天早上的最新的就是剛剛 有聽眾朋友們好就回應我們就這麼點菜好了再講到的今天早上的 早知新的 他在他在他在我又不要放放哪去了 因為因為太太太多的東西就是今天早上的大陸方方面 大陸方面早上發布了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呢 就是 呃 大陸做了一個一個一個反 呃 反倒的測試 而且這個這個測試呢 是一個中斷反倒的測試 那 什麼叫做叫做中斷中斷反倒 我把它叫出來好了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大家可以 看得清楚一點點 呃 來 呃 大陸方面做這是第五次哈 那今天早上的所說說發佈的這個這個就說的重磅的消息 十九日晚上做昨天深夜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呢 那中國大陸呢在境內的進行了一次 第二在境內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斷反倒攔截技術實驗 那大陸方面所發布的官方的訊息國防部發布官方訊實驗呢達到了預期的目標 那強調的這個實驗的是防禦性的不針對任何國家 他基本上面就就是薩德的反面了 那在這個這個訊息裡面好我還是強調就說 有有有很多就就只是我的我的我的新聞準備跟我的知識訓練好那講講錯了講的不完整不要不要在那邊吐喔 但是我在講的就說 所有的所有的既然是反反導反導彈嗎 那導彈的基本上面是一個是一個這個拋物線 那反導的系統他為什麼強調是中斷反導那中斷反導是什麼意思 那那為什麼不會是前段反導或者是末段反導 因為導彈這個這個拋物線 所以呢導彈的如果如果你預期到就是說哎有哪個國家的可能這已經了在發射導彈 那準備要攻攻擊你了你已經全全球部署的衛星的已經真偵測到了 那個呢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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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叉叉國國國家他的導彈已經發射我去攔截他我把他打掉 第1階階段你會非常的困難因為第1個他距離非常遠 他自己都才剛發射你要去攔截他那太遠 所以呢就在一個所謂的所謂的初初段的反導那個呢在政治上面幾乎不可能因為因為他在 他在他在那個呢你即使你認為他對你有敵對性的國國家在那個國家的領空 那距離你又非常非常的遠時間的也不夠 所以呢那種所謂的初段的反導他因為遠 因為遠所以很難 那末段的反導那我為什麼不能夠等他等他離開了大氣神之後呢開開始我更確定了他是來攻擊我的時候我我我再開始來攔截啊 你要知道周周季彈道的導彈第一個他他經常是核彈頭 當末段反導進來說大概已經到了你的上空 那個時候就算你攔截成功他所會造造成的破片以及核污染 那個呢都都是你非常難處理的所以在末段在自己的頭頭上之就是在你自己家裡面打仗在你自己家裡面的反倒 反反這種的就是說呢有核彈的 有核武器的導彈那個呢是是很 代價是很高的 何況呢他有可能會有一些的欺騙的這些動作啊等等 所以中斷的反導中斷的反導呢就是在大氣神外頭的這一段 這一段雖然高但是只要成功了之後大概就是最適合的反導 那是4據我 有核心的反導 再雙局 也許我們的射擊 雙局 之下 有核心的反導 就等於那些地方 所以我們是從來這裡 可以有無端的反應